土团党批评政府企图干预杨巧双的调查 并指责警方派出飞幕司令警官掩盖宣教阴谋 吉隆坡警方证实将传唤轻体部长杨巧双 协助调查John Sierra活动的争议 据报道 巴德鲁西山今天到险都警区总部录取口供后 称警方处理杨巧双的投报时派出了一名华裔警官 他强调在他举报杨巧双当天 警方也派出一名印议警官来处理 这不可能是巧合 他们两人都是非穆斯林 但我相信这不是警方的决定 而是上层的压力 杨巧双今午午时许到吉隆坡险都警区总部录口供前 向媒体批评国盟在政治攻击上已经超出界限 杨巧双指出 身为政府的一分子 他愿意对这件事负起责任 但他强调 尽管这是政治攻击 也要有个限度 不能跨越那条界限 尤其是当有关举动会威胁到国家和谐 他说他是通过新闻报道 才知晓会被传召入口供 他将全程配合警方调查 但相信他提供的资料 和上周国会上说的一致 针对巡礼计划风波 还有有关诽谤 我上周在国会上已经清楚回答 至于其他 我也不会妄加猜测 他强调 他不愿在此此事浪费更多时间 一切交由警方言查 前首相马哈迪 因无法举办马来人宣言大集会 而批评现任首相安华是独裁者 然而 行动党前议员卡斯杜利则提到了 马哈迪 在1987年茅草行动中的所作所为 他的父亲帕托 也是这场行动的一员 被政府援引现已废除的内安法令拘留 卡斯杜利发出文告回忆说 当时的马哈迪是内政部长和首相 负责这场行动 并且无情地分裂了家庭和社区 卡斯杜利接着提到 他的父亲无法在1988年妹妹的 一年级开课日陪同他上学 这给他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他谴责马哈迪 用内安法令对付反对者 让他们被拘禁数月 数年或数十年 从未让他们在法庭上受审 这是铁腕统治的证据 马哈迪限制了言论 集会和表达自由 还是媒体为敌人 卡斯杜利说 马哈迪甚至动用政治部 针对政治人物 家人和朋友 让他们备受打压 卡斯杜利还提到 西蒙曾在2018年 欢迎马哈迪加入对抗国阵的斗争 而这个政治联盟是由马哈迪一手打造的 然而 马哈迪似乎没有反省过自己的所作所为 也没有给国民带来真正的希望和改变 因此 他没有道德权威 也无权指责现任首相是独裁者 卡斯杜利呼吁 马来西亚需要有远见和进步的领袖 而不是一个分而置之 知道一切的政府 他请求马哈迪不要为难爱国的马来西亚人 去建设这个国家 交通部长陆兆福重申 该部尚未接获在击打航空城计划下 兴建居邻国际机场的申请 因此 他炮轰反对党勿程机炒作课题 在今日的国会问答环节中 加马鲁丁趁住阿兹曼提出击打航空城计划的课题时 向陆兆福提出附加提问 虽然陆兆福认为对方已经离题 但还是做出简短回应 他说 国家实体规划理事会之前 只是做出原则上的批准 需要后续行动 向交通部长申请建造机场 居邻国际机场计划尚未拍板定案 因此只政府拒绝相关建议的问题不存在 他说 交通部与吉打州政府已展开系列的会商 探讨发展居邻国际机场计划计划的发展细节 目前 吉打州政府曾发给交通部的信函 试试期2021年1月3日的函见 以便部门允许兴建居邻国际机场计划 而吉打航空城计划则例外 需要等候NASP完成研究 或采用初期的研究数据所得 陆兆福也说 申请在国内建造机场需要根据1969年民航法令和相关条规形式 他说 对于州政府提出的任何发展建议 交通部向来秉持开放的态度 包括造福经济 竞争力和对永续发展做出贡献的私人界投资 他促请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默哈默沙努西 无需再政治化上述课题 吉打宗教司拿督塞法兹 担心穆斯林到其他宗教场所时 信仰会被扭曲 因此他敦促穆斯林 若没有重要或必须处理的事情 禁止探访非穆斯林的宗教场所 他强调 不是不可以探访其他宗教场所 而要看是谁在探访 而探访的人是不可以参与该宗教的仪式 因这关乎信仰的问题 如果是对伊斯兰有深厚的知识 以及不会让信仰产生动摇的领袖和宗教领导人 那么他们可以在有必要 即为他人扶持的着想下 去探访非穆斯林的宗教场所 他说 如果探访活动涉及普通人 尤其是年轻人 那么的确是被禁止的 因为他们对于伊斯兰的认识还未足够 很可能会导致他们信仰受到影响 这次纸巾准备好了 安华观看拿赌肝膀单道 十年前血腥入侵的雅剧表演时 感触落下男儿泪 今天 安华和他的妻子 拿督斯里旺阿兹沙医生 首次出席了警察日庆典 在这场庆典中 最引人注目的节目是 输入恐怖分子入侵拿赌的精彩表演 这场历史的重演场景不仅逼真 而且主持人的真情演说 引起了人们悲伤的回忆 安华和元首厚冬姑阿兹沙也被感动了 在这长达三十分钟的雅剧表演期间 安华多次试泪 这场表演的情感渲染 也深深地打动了观众 在2013年2月 苏禄武装分子入侵拿督沙哈巴肯直区附加海域 在3月1日甘榜单道与警方发生枪战 造成10名警察殉职 68名苏禄武装分子丧命 冲突在4月10日宣告结束